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保协频道 我们今集继续去探讨ESG 我们非常明幸请到邵博士和我们分享和探讨 邵博士最近经常说ESG 但其实还有很多英文字母 我都不知是什么 可否请教你 经常都会听到几个英文字母 一个叫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有一个是ESG 有一个经常都会听到 叫SDG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s 即可持续发展目标 还有一个叫Sustainability 可持续发展 CSR大概应该叫做 只是project wise ESG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 SDG是什么呢 原来联合国在2015年 就定立了17个SDG 你跟着去做 2030年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好 那些目标可以分开三个层面 包括什么层面 有些是针对环境的 有些是针对社会的 有些是针对经济的 即是你那个回报的 是有不同的 讲的是消灭贫困 有些要不要饥饿 有些是男女平等 所有东西是针对不同的 有些是针对环境的 你要一个理性消费 就是环境 或者可负担的能源 就是环保 社会的消灭贫穷 Zero hunger 即不饥饿 男女平等 就是社会的 就是说我们如何协作 这就是那17个SDG 接着就问了 有些人问 什么叫做可持续发展 其实就是说 你在经济上 环境上 和社会上 三个都兼顾到 三个圆圈 里面的intersection 就是可持续发展 不能够可持续发展的 例子给你听 你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看西九文化区 有 西九文化区 对环境是好的 是 对社会是好的 但是 它计漏了一条econ的数 那就不可持续了 那就是说 我们要平衡 应该要想长远一点 你怎样可以自己保持得到 没理由要人经常去奔钱 因为我又干行 我又要问政府拿钱 不行的 你要是三方面要去平衡 西九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你三方面都要去平衡 因为现在很民粹 我要保育很多东西 我要保育中环街市 如果不是华贸有那么多钱 去奔钱下去的时候 你整个中环街市 根本是保育不了的 就是保育是要成本的 我们要去 就是至少你要有生意 是 有回来 是 其实香港也是 整个政府也是 我要发展什么 我要帮一些穷人上车 成本的钱是哪里来的 就是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去顾及这三方面 做出一个平衡 最近很多人说ESG 或者环境 但我也想邵博士 帮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例子 在ESG方面 一些例子可以和我们分享 我最喜欢跟随着最能力的人 赚钱最能力的人是什么 一定是首富 全球的首富就是Elon Musk 马斯克 曾经是首富的就是Bill Gates 他两个这么能力的人 智商这么高的人 做过什么呢 原来Elon Musk 他们做电动车 是环保 未有上海厂房的时候 其实他赚的钱 不是在电动车卖车赚钱 他们在一些政策上赚钱 他们赚的是什么呢 就是赚了一些叫做炭积分 EZEV Zero Emission Vehicles 举一个例子 欧盟在2015年到2019年 就定立了一些政策 就说你新车出厂 你每一个公里 只可以排放210克的二氧化碳 或者叫做温室气体 超过的时候你就要罚 罚你95元欧禄 但是Tesla这些环保的车 它的碳排放就是70克 即是说他有140克 就可以卖出来 卖给一些做得不好的 原来我是一间汽车厂 我是220克 他要被人罚10克 那他就卖给他 要是你愿意 我95元欧禄 我就给政府罚 如果不是 你便问Tesla 你可不可以将你剩余的配额 卖给我 买空下 对 便宜过95元欧禄 那我就跟你买 原来Tesla 在过去这么多年 是赚很多这些政策的钱 你要明白 所有的环保 其实都是说政策 即是一个人 是会给成本去做环保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些政策 要是罚 要是奖励 要不然你不会的 通常问你 你还不还保 我还保 但是你可以负担到多少 一定是最少最好的 但是如果政策不是 你要负担到这个程度 那可能是刚才那些配额 是惩罚 还是一个鼓励 其实两样都有 对那些做得不好的人 是一种惩罚 但是我做得好的人 它是一种负担 因为你可以卖这些配额给别人 过去Tesla 就算今年的第一季度业绩 它都有差不多两成的收入 就是在这些碳积分 包括在欧洲 包括在美国 甚至在中国 它就赚很多这些环保政策的钱 另外一个首富就是Bill Gates Bill Gates在2015年写了一本书 叫做《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如何避免气候灾难 它写得很清楚 每一种行业的量 会去到多少 以后去到多少 我们用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它变到零呢 它就写了很多 它的公司就是Microsoft 是 它就称了 我在2030年 我不仅是一间零排放的公司 我是一间副排放的公司 那它为什么做得到呢 原来它投资了很多的公司 它是可以吸到碳 包括什么呢 原来它投资了很多树林 是可以吸到碳的 或者是有些方法 好像生产运营土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氧化碳 下去的运营土里面 固碳 叫做carbon fixation 原来它投资了很多的 这些叫做CCUS的project carbon utilization storage的project 这些会令到它间公司 不但只是一间零碳公司 还有是负碳公司 因为现在说的 一些叫做carbon credits 是有价 就是几十年前 如果有个人告诉你 一些二氧化碳 一些叫做温室气体 可以卖到钱的 你就当它是两类人 要么就是疯狂的 要么就是骗子 但今时今日 那个人坐在这里 你就会说他是专家 就是你跟我说 小博士你是专家 就是carbon credit 原来是值这样的钱 所以世界就变了 所以其实 从业园都要去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 他们赚到的就是一些 环境政策的钱 就是Tesla 原来赚了很多钱 是碳积分 比亚迪也是 Bill Gates 一个智商这么高的人 他们都在想一些 叫CCUS的project 是赚到环保的钱 你想想 应该是三个星期之前 美国的总统气候特使 叫John Carey 叫克里 就来了中国 就见了三个人 一个就是 中国的气候环境专家 鞋振华 一个就是李强总理 一个就是韩正副主席 那为什么要过来谈 因为原来由今天 去到2050年 要去做到碳中和 那个商机有多大 是在说一百万亿美金 但是一百万亿有多少 一个例子 苹果的市值 就是在说三万亿 那就是说 由今天去到2050年 是说有三十几间 苹果公司的市值 那为什么要过来谈 原来就是和中国 要谈那个标准 因为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碳台放的国家 美国是第二位 是中国的一半 那两个第一和第二 谈好标准的时候 里面就有很多商机在里面 所以未来 我觉得保险从业园 是要知道这些 很多环境的因素 环境的知识 好啊 那我们今天 非常之多谢邵博士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做从业园都是 我们要先知先觉 所以ESG对我们的影响 是非常之大的 这几集我们非常之多谢 那小博士和我们分享了 令到我们更加认识到 ESG一些的情况 其实我们也要 将这个知识 带给我们的客户 令到我们的社会 更加持续下去 一连三集的ESG的议题 是暂告一段落 那我们将来 会有更多的知识 是需要阿邵博士和我们分享的 到时我们再请邵博士 来和我们去 和各位从业园去分享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